Hello 大家好 大家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环节 就是环与深度talk 顾名思义我们就是环转这个世界 去和大家深度分析一些投资机会 甚至是股票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就请了Angus上来 和大家去环游一下这个世界 Angus 你好 Jason好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去哪里 今天和大家回乡一下去日本 日本? 可能很多朋友都很想 我都两年没去过 你喜欢的吗? 当然了 每年都要去 起码两次 你这次带大家去日本 想看什么呢?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间公司 就是Canon 我想大家都有听过 Jackson一说Canon 你会想起什么呢? Canon我会想起相机 因为以我认识 我都是手机和镜头 你自己是不是龙友呢? 我不是 其实我都不是很熟的相机 我反而是用得多些什么呢? 那些小小的那些 真的是大炮那些 我真的很少用 但是我知道Canon 在这方面是挺出名的 是的 但是今天想和大家说 其实Canon这间公司 并不只是做相机 其实它的主要业务 是有四份的 相机就是佔了它的 一个叫做影像业务 大概佔了它的 revenue的18% 其实原来这间公司的主要业务 其实就是做印刷的业务 就是做影印机 是的 另外还有两个板块 就是有医疗设备的板块 还有还有一个叫做工业的板块 是的 或者先说一说它们最主要的业务 就是那个叫做printing这个行业 就是印刷行业 是的 其实它最做的最多 就是那个叫做office的printer 的影印机 就是一大部的那些 是的 这个是它最主要的业务 就是它在printing里面 它有分了三份的 有叫做office用 它自己叫做prosumer 其实就是普通的散户consumer 就是家用的一些叫做贫物单机 另外第三个板块 就是一些叫做真的专业的做printing 就是比如印Banner 印Eligar那些公司的printer 这些就是它最主要 在printing有这三份的 而office就是它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业务 它整个的印刷行业都 就是很阔的 因为它是由无论我们平民用 甚至去到大公司要用的 整个产业链都有 是的 基本上它是全包装 基本上你是所有要用到printer 都可以找到它帮到你 还有我刚刚见到的point 就是原来这个印刷行业 就是Canon这家公司的收入 差不多一半 多过一半 多过一半 所以应该是一个很命脈的一个收入 可以说叫做它core business 就是在这方面这个行业 就是它在这个范畴算是做得挺好的 这个始终是一个叫做印刷行业 已经是一个叫做很mature 很成熟的一个行业 就是大家都不会想象到 这个行业会有一个很爆发性的发展 但是正正因为这样 其实就已经做了一个叫做很稳定的一个 base 这家公司 在右手边这个类似pile chart 我看到其实它在全球的printer的market share 其实是全球排第二的 仅次于HP 第二就是Canon已经占了四分一 四分一的25% 其实全世界最主要只有五间公司做这个人 所以变成一个已经是很成熟 或者叫做寡头垄断的一个market 而看回其实它的盘数在这个印刷行业里面 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五年那个 就是它下面那些就是上半年 那上面那条bar chart就是那个叫做下半年 而一年其实它那个深蓝色的一个 projection 就是它project它今年 其实你看回今年那条bar chart是最高的 就是它预计 就是它收入会增高 是的 它预计今年这个印刷行业会在过去那几年的最高 会创造 可以留意其实它的营业利益率 其实就是说的都是很平均的 大概都是大约10% 除了去年COVID 令到它低了一点 其实也有足够的 其实都不是真的差很远的 而且去年COVID 你实际上看到它那个revenue 其实都没有少到的 反而是有增长的 它自己的解释就是很有趣 它就是说因为去年多了revenue from home 多了买家用的printer 所以就令到它去年那个业绩不太差 那今年应该这么好呢 它又说因为经济重启 那些人回到公司做事 又要买printer 那这个它自己的解释就是这样 那你们自己大家想想 那它是这样说 但是事实上看到盘数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好了 今年这个行业里面 那这个就是印刷行业 亦都是Canon的core business 不过我自己比较关心的就是它拍照的方面 因为我最认识的 只不过是它相机那方面 是 但其实占的比例就不多 因为我看到好像 如果用回刚刚的收入 就是年度去算是within 20% 是 18%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 那其实这一个大家最为人熟悉的 叫做相机 或者叫做影像的业务 其实正正是它做的最差的业务 反而是最差 是 因为我想大家都明白 自从有这个智能手机 有iPhone3、iPhone4之后 其实没有人会再用相机 因为一个相机 所以已经是包含了相机的功能了 还要是现在一部新iPhone是什么 可以拍到一些电影级的影片 来看新出那部iPhone 是 所以基本上你做相机 真的很难做 OK 我问你以前十年前你去旅行 你都会另外带一部相机 都会的 但是就会是 我刚刚说的 小一点点 对 类似傻瓜机那些 现在不会了 现在直接带一部手机就已经够了 最多即影即有 是的 所以这个就变了它一个 是真的萎缩得很厉害的一个行业 那这里可以体验回到它盘数里面 也看到的 其实它那个 基本上是直线向下的 那个revenue 那今年有一个反映 因为去年疫情 做了一个叫做低基数 那但是如果你抹了2020年 其实它就还有一个叫做 downtrend 那今年还没上到2019年的数 更加惨的就是 原来其实Canlon的市场是在增加 就是意思就是 其实其他行家比它更惨 你见到其实它的市场已经是越来越高 但是 它自己的收入都可以跌得这么厉害 可以想象到整个饼 是使得很厉害的 萎缩得很快 嗯 但是其实它的占比大了 但是反而收入 就是反而帮不到什么公司 是很难做的 所以它也有想到一些叫做出路的 就是它去年年底 它就开始就说它们指个叫做 叫做CMOS的影像全感器 叫做image sensor CMOS image sensor 其实它们就去年年底就宣布说 它会开放给 卖它这个技术 开始外销给其他厂商 那这个是它自己最 proud of 这些东西 它们觉得自己的CMOS CIS 其实是很厉害的 那它一向就只是供给自己用的 它不会卖给人的 所以这个有一个叫做market share 看到Canon其实是只有1% 很少的本来那里 这个market 最大的prayer 其实现在就是Sony 四成的market share 然后Samsung就是22% 那Canon在去年来说 只有1% 因为它只是供给自己 这样呢 而它现在就开始年底 就是去年年底就说 我要外销这个技术给人了 因为它一开始都不是 直接卖给直接竞因对手 所以不会卖给Sony 不会卖给Nikon 它都卖给一些叫做工业用 或者一些叫做其他用途的 因为其实除了相机之外 譬如你车镜 譬如一些工业器械里面 都有用到一些镜头的话 都会用到SIMOS 那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办法 或者这个行业 其实都是有些看头的 所以它就希望透过 外销这个SIMOS的CIS 是希望它可以 在这个sector里面 摘取回 例如我们看到右边的图 就是在期望整个CIS行业的 这个revenue 是的 也算是有增长 就是怎样都好 它现在是存在的一个 叫做萎缩的业务 嗯 好了 接着之后 我们刚刚数了两个行业 第一个就是这个的 印刷 印刷 然后就是相机 但是原来 我们不说 原来Canon都有涉足在医疗的 这个范畴 是的 它都有做医疗器械 但是就是一些叫做 叫做generic的 一些products 譬如你去做前提供整个机 其实都很广泛 是的 还有有些叫做超声波 这些他都有做 尤其是去到极之专业 或者整个货某一种用途的医疗器械 是又不是的 但是他就有做这些东西 因为他这一样东西 其实他是在16年底 在东芝那里收购回来的 不知道Jackson你还记不记得了 Toshiba以前有个丑闻 就是他做假数 哦 我记得 15年的时候做假数 然后他被人罚很多钱 所以他就要被人拆骨卖的 那时候Canon就收购了他这个 嗯 那就很便宜了 是的 算了 算了 但买回来之后 其实他不是真的增长得很厉害 你看到那个收入 其实一直都是介乎4千亿至4千五百亿 那些几年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增长 在那里的 但是可以看到他那个营业率 就是那条线 那条线 那条线是向上上的 就是其实都叫做 他赚钱能力高了 高了 但是虽然他的top line 没什么改变 但是那个赚的钱是会多了的 那这个也叫做 都看到那个增长在这里 嗯 那除了原来医疗之外 那原来他还有一个呢 那个范畴呢 是非常之厉害的 就是呢 原来他是会有帮手做清片的一些仪器 是的 这个令我有些喜出忙 我其实你不讲 没听过 我就比较少听的 真的 原来光刻机不是只有一家会做的 是的 因为大家光刻机做晶片光刻机 大家第一件事会想到就是什么呢 就是ASML 是的 觉得他是垄断了这个市场 但原来Canon是有做的 是的 其实这个世界上 原来除了ASML之外 还有两家日本公司 是会做光刻机的 就是Canon和Nikon 两家都是日本公司 两家日本公司 其实在ASML 其实在2000年之前 其实做光刻机呢 最劲的就是日本公司 就是这两家 只不过自从2000年之后 那因为ASML 即是发明了 叫做第四代 叫做浸入式的光刻机 那这个令到他真的走快了 这个是一个叫做brake through 的一个创新来的 那自此之后呢 其实那些人都去了 找ASML 做一些叫做 买它的光刻机 因为他那个真的先进很多的 他那个技术 然后去到呢 刚刚说到 其实现在说光刻机 就是ASML 其实都不是错的 因为只有他才做了 现在叫做最先进的光刻机 就是那个叫做EUV 指外光的光刻机 这个全世界只有ASML 才做的 那Nikon和Canon 都是做不到的 所以在这个范畴 一看到呢 你说ASML 其实在某程度上是对的 就是最先进的就是 就是现在说现在7nm 再现在说3nm 2nm 这些这样的范畴之下 其实真的可以 ASML做到的 Nikon和Canon做不到的 但是一些叫做 比较旧技术 比较低端一些 叫做光刻机市场 其实呢 反而Canon可以看到 是做得最多 看到第二袋里 其实做得最多 这个是去年的出货量 几粒部机的出货量 看到其实是很集中了 Canon只做一些比较旧式 比较低端的光刻机 那这个就是他们 其实他都没有再想着 去做一些很劲的光刻机 只不过继续 维持他们这个以前 会做的事情 就继续做 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不会想着 upgrade自己 他都因为真的要扔很多钱 而他这家公司 其实现在的财务状况 其实都未必真的 sustain到他做 这一个这么大的投资 那如果是这样 其实我们在看他这方面的业务 就未必看得太重 是吧 或者他其实现在 我们刚刚就介绍了 就是他其实 主要有四大个行业 是 但是其实未来整个 就是对于Canon的发展 或者未来 例如光刻机这些 它比较低端一点 其实有没有什么亮点 我们可以留意 其实亮点 我就主要均入 有三个point 或者我逐个说 嗯 经济重启 大家固自然知道 就是我们 因为始终都在疫情之下 复数 有机会就迎来一个经济复数 但是是否真是增幅 所以 因为他这个都 真是看你 看你怎么看 有些人说呢 因为现在英国有泰国 那些人进场 不戴口罩 都是这样看 就是他们都照来的 那全世界都看着英国 做一个例子 如果英国真的 原来搞成这样 都是无事反正 那些人就会逐渐 就是怎样是 和疫情 和病毒一起生存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你讲到 如果Delta又再变种 又再变种 这个病毒的时候 那这个又有两题 但是我想讲的point 就是这家公司的业务 在讲printing 主要就是printing 和相机 其实都是很直接 和这个经济 是一个很挂勾的 那这四个pire target 就是想讲 虽然它是一家日本公司 其实它很主要 都是外销去欧美的 你见到在印刷 和影像 其实最主要 在日本本地 只是占了很少的份额 它很主要 都是卖给欧美的公司 那所以欧美的经济状况 那个疫情的状况 其实很直接影响到 这家公司的表现 那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都不敢讲 疫情之后是怎样的 不过这个就是 它很key的一个factor 这个都是和经济 这个就是说美国方面 美国是 这一个拌出来和大家分享 就是现在的销售数据 就是见到美国 从21年开始 实际是一个很巨型的增长 就是在折扣 所以理论上 是受惠到Canon 这一样的 那我们刚刚另外提到 就是因为光刻机 它有做光刻机 但是始终它的技术 就不是很强 而且问题就是什么呢 它未必会再大投资 去升级 但是大家现在知道 就是有个晶片方的情况出现 其实这个问题 是不是都可以帮助到 就算它的技术不高 但是也有机会增加它的出货量 是的 没错 因为其实 虽然它做不到一些最先进的东西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 都不需要用到很先进的技术 都做到的 譬如有很多家电 譬如就算是汽车的晶片 现在最缺的就是汽车的晶片 是的 其实都不需要用到一些很精细 很高端的 很高端的 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们之前有的讲求 要追求到很高端的 因为其实都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是很大关系的 因为手机这么小 尤其是一个这么高的 运算能力之下 是令到一些人 运动去一个 令到要做越小的晶片 所以这个技术才是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小的技术去到 但是譬如你车这么大架 你不需要做到一些很精细的东西 都可以的 所以譬如一些 现在讲最缺的汽车晶片等等 其实一些比较低端的光合机 其实都应该是可以应付到的 嗯 还有看到了 我都剪了一些叫做新闻的Headline 你见到现在人说 我的晶片方会去到二三年 嗯 有预计下年 其实那个投资亚 就是那个叫做半导体设备 那个投资亚 会再高于今年的 那这些呢 其实都理论上是 帮到Canon 虽然它卖不了 做不了最高端 最厉害的光合机 但是因为它始终 全世界只有三间做而已 SF都做不需要那么多 你要找一些低端的 你都要找Canon和Nikon去做 嗯 这个SF绝对对它是有帮助的 再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现在讲中美贸易支援 OK 这个是很 因为大家都知道 譬如说现在华为 已经没有了5G芯片 没有了 那中国方面它都知道 其实很需要国产化 它们的晶片 不可以太过依赖欧美那边的 因为始终现在直接制裁了 说不让ASML 出光合机给中国 所以如果中国 是需要去扩大它这个范畴 去投资它 去建它自己的半路体厂的话 它只可以找日本去买去做 你看到一个headline 其实就是说 成组制程的产力不足成组制程 就是一些很旧式 比较老牌一些的一些技术 加上中美贸易争端 就令到它们 其实是长连二手设备都要长 噢 所以就有这样的需求在这里 是的 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亮点 对我来说 所以就算它技术不高 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做过 很多东西不需要用到这么厉害的技术 因为它始终有一个需求 即是有机会有一个 即是它很稳定的收入 可以有一个稳定收入 但是股价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股价呢 这个是一年图 日线图来的 其实它在一年里面 其实今年ok ok 是它升了四成的 在底下 升了四成 即是在用去年年底 是的 去年年底 其实股价有1700元 升到2700元 Yen 是的 1700元升到2700元 大概是四成的 升幅是有 但是你见到升了很多 其实如果你拉长来看 这个是一个五年的周线图 是 可以见到一个叫做 turnaround stock 很明显 现在已经跌了由18年 跌了三四年 现在终于有一个足底反弹 那其实刚刚过一段 就是整个足底反弹的第一段的升浪 那所以照 计算下去 其实只看估值 其实现在呢 就算升了那么多 都还是不贵的 那这个呢 就是说一个 Forward PE的五年图来的 可以见到现在大概是15倍 那我当不要 就是2020年尾那些 因为那个Covid问题 令到earnings低了很多 令到它那个 Forward PE很高 到20纽上 你当这些是extraordinary 就是我们抹走它 那其实你 就这样看回来 去回到18 其实才是个中位数 那你由15倍的Fward PE 去回到18倍 其实都有两成的升幅 所以都简单来说 这间公司我觉得 现在它是稳定的一个business 然后有亮点 就是有个光刻机 这方面的亮点 再加上现在的故事不算很贵 所以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好啊 那今天介绍了一只 就是 原来我对它认识很浅的一间公司 就是真的很浅 因为我只是 原来只是认识了 它这间公司 四五分之一 就是Canon 原来它就不单止做手机的 做相机 相机的业务 原来它有印刷 工业 就是有光刻机 也都有跟医疗设备相关的一些业务 那很高兴Angus 今天就带来我们这间公司 给大家去认识和了解一下 但是呢 我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每一次的节目尾段 我都有一些 有些东西想给大家认识更加多 那这次因为介绍了日股 那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一些小知识 就是呢 如果我们想买日股的话 是不是我们普通香港的股票 可以做不到 怎样才可以做得到呢 其实都香港有些broker 是可以做到的 那我们自己公司 就是我们自己的预风 就是用IB的 Internet Brokers 那这个IB 就真的相信 是很多全世界 什么市场都可以交易到的 那如果你说不喜欢用IB 那大家现在最多 就是用富途 那些 但是那些富途应该 都没有得买日股的 暂时没有 是的 暂时可能它迟些会有 我不知道 那现在暂时都没有 那我也有找过 其他的broker都有 可以做 例如这间就是Morning's Bloom 保证金融制 一间本来就是日资的一间 一间在香港的一间 叫做证券堂 那这个有得买日股 另外要塞啊 海基这些都可以买到的 又或者如果你知道 在什么平台呢 或者什么地方有得买日股的话呢 都可以在我们这条片留言 告诉我们 是 让我们都认识一下 还有呢 我真的很想在这个节目里面 给大家更多一些小知识的认识 如果大家可能在投资不同海外的股票 或者投资不同的资产 有什么不知道 不懂 或者你想认识的话 那我们都很欢迎 就在我们现在这条片下面留言 就留下 那条问题就是 你想知道的一些小知识 那我们尽量 都在这个节目的尾段 就找我们的嘉宾去解答 这个小知识的问题 那今天也很高兴 那我们下次再找Angus上来 看看有没有 看下我们这个环球里面 带有什么感觉 好 再分去第二 或者再去日本不同的地方 看看好不好 好 好 今天和大家聊到这里 拜拜 拜拜